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 大约95%的埃及人口居住在聚河流18公里的范围内 如果没有尼罗河及其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肥料 古埃及的伟大文明可能永远不会存在 阿斯旺高霸作为这条生命线上的调节器 被看成是过去200年里除苏伊世运河外 在埃及建造的最重要的工程 凭借阿斯旺高霸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水 历史上第一次得以完全在人类的控制之下 它不仅可以为数十万公顷新增土地的开垦和灌溉提供水源 也为上世纪的埃及提供了约50%的电力资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堤坝之一 阿斯旺高霸长3830米 近1000米宽 高111米 这个庞大的工程项目始于1960年 于1970年竣工 土石方量相当于17座吉萨大金字塔 这是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从太空用高倍相机拍摄的画面 高霸西侧的阿斯旺国际机场 以及高霸南侧那塞尔湖蜿蜒曲折的水岸线清晰可见 我在本集视频分享的是一处被大多数游客忽略的现代建筑纪念碑 它就是位于阿斯旺高霸西岸的阿苏友谊纪念塔 当年高霸项目的参与方分别是苏联 以及埃及与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苏联为阿斯旺高霸的修建提供了超过10亿美金的贷款 大量技术人员以及重型机械等资源 这座为纪念阿苏两国友谊的纪念塔 作为高霸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1971年1月15日与高霸一同向公众揭幕开放 回顾历史 苏联解体至今已30年有余 而这座50年前由苏联建筑师彼得巴弗洛夫 由里奥梅尔琴科以及雕塑家尼古拉维奇卡诺夫 联合打造的纪念性风碑早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 据统计 每一千位到访阿斯旺的国际游客中 只有不到50位参观过高霸 而这50位国际游客中 只有不到5位登临过这座现代埃及的坊间碑 对这座建筑的艺术设计细节有所了解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在我看来 这座建筑不仅是当年埃及和苏联那段友谊岁月的历史见证 同时也是一座融合了苏联建构主义艺术和埃及特色元素的伟大公共艺术作品 它与阿斯旺的诸多古埃及时代的遗址一样重要 非常值得探访 纪念碑主体建筑由代表阿斯旺所在上埃及地区的莲花围造型 简洁而优雅 五朵高达70米的莲花花瓣从地面向天空伸展 一个环形的观景台被放置在花瓣距离地面46米高的地方 其造型是一颗象征着工业的齿轮 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当年苏联设计师颇有心机地将苏联国旗和苏联共产党徽章上的元素 镰刀 锤子和五角星巧妙地融进纪念碑和大坝的设计之中 只有从空中俯瞰的视角才会发现这个秘密 为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制作了一段动画演示 通向纪念碑的通道以及旗杆区域的地面象征着锤子 大坝本身弯曲的造型象征了镰刀 构成纪念碑主体结构的五朵莲花花瓣 坐落在地面上五角星图案的中央 仿若一朵从五角星中绽放的莲花 寓意着苏联对埃及的滋养